这怡荣诗有点大胆 明明面前躺着个尸体 他却一脸坏笑 用手指不停戳着奇妖窝 接着他望向面前的阿呆 让对方也试试 但阿呆怂得要命 他哪敢这么对死者 乖倒 这要家属看到了 估计这人也躺上去了 而阿呆无可奈何 他颤颤巍巍伸出手指 下一秒 然而眼镜哥表示 这是超声反应 人死后的短时间内 部分器官还会保持活动功能的 所以做他们这职业的 这种现象也会偶尔发生 接着两人继续清洁尸体 可喜着喜着 诡异的音乐却从停尸房里响起 难不成是要前方高能了吗 不不不 只是手机铃声而已了 而眼镜哥为了帮兴来的阿呆壮壮胆 便拿出手机 打算让对方跟自己和尸体一起拍张照 记得笔心说茄子哦 茄茄茄 我茄你的愣锤哦 阿呆这强颜欢笑的 都快成耗子了 随后眼镜哥将照片给阿呆看 可灵异的是 地上居然有个黑色人影 爱马 瞬间毛骨悚然了 放大一看 这黑眼还咧着大白牙笑吗 好哥哥 不会真撞鬼了吧 好家伙 这东西放在停尸房 不知道的人看到 估计命都给下眉了 所以说嘛 面对死者 哪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 但对于新人阿呆 之后发生的事 都能把他吓得不行 停尸房里 灯光忽然闪烁 只见头顶透风盖趴地掉下 一个人头就搜得滑出 像个蝙蝠侠一样 两人吓得抱作一团 妖魔鬼怪快离开 妖魔鬼怪快离开 好家伙 这人是管道维修工 他练就一身软骨弓 像个怪物四肢爬在地上走 都是日常操作 更觉得 还是这下 但在停尸房工作 给死者清理 夷容就算了 就连掉个东西到地上 人都胆战 心惊的缓缓蹲下 他平住呼吸 快速拿走喷剂 结果下一秒 但就算如此 我也真的十分佩服 在这工作的人 里头阴森搜凉 胆子小的人 哪里随便发个声响 都会吓得半死 更过分的 还有这种情况 两人在清洁尸体时 眼镜哥却抬头望向角落 阿丹扭头望去 乖乖 啥也没有啊 好哥哥 你可别笑我 阿丹瞬间鸡皮疙瘩 妈妈呀 有人撞鬼了 我第一个乖乖 你这鸡班人 居然在停尸房里打电话 这是想吓死谁啊 你说 咋的新人都这样 反正之后都会习惯的 所以死者呀 并没这么可怕 这俩仪容师正在清洁尸体 全身上下都洗好 就剩脑袋 眼镜哥想扯下白布 阿呆却赶紧阻止 咋的 这是不想下班吗 不管怎么糟 他就是不肯掀开 两人大打出手 赶紧让我掀开了 俺赶着下班了 结果下一秒 白布一扯下 乖倒 这死者的面容 怎么和眼前的阿呆一模一样啊 阿呆直摇头 不不不 俺们可不是双胞胎哦 他呀 就是我呀 怎么 就给吓到缩墙角瑟瑟发抖了 不是说死者不可怕吗 你别慌呀到时 你们知道吗 死者的眼睛 能帮即将市民的患者重建光明 或许在大多数人眼中 看见死者 就会本能地感到恐怖 就像面前这躲墙角的眼镜哥 但从今天开始 我希望你们在看到死者时 还会看见机会 因为正是死者捐出的器官 才会救助那些即将市民的患者 再次见到光明 而对于被救助的人 在他们眼中 死者并不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不是一个恐怖且到处游荡的鬼魂 而是让人充满感激的 天使 正是有他们的器官捐赠 才会使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再次重建希望 所以说嘛 死者并不可怕 就算失去了眼睛 也不可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